孙强和李珊一看 就是典型的精明生意人 有他们的头脑 再加上刘月苏的口碑 想要一天之内卖出四千个 其实也不算困难 毕竟那可是海市啊 下海经商的人那么多 人流量可比南城县 多了不知道多少倍 而且 这还只是李珊一家独卖的情况下 海市那么大 要是李珊夫妻 真的能把整个海市的市场 全部拿下 那能赚的收益 简直不敢想象 这么一想 许念念突然间 就被这喜悦的事给砸晕了 拿下整个海市的市场 这得占据多少先机啊 高兴两个字 已经不足以形容 许念念的心情了 她感觉自己已经要飘了 高兴得许念念 捂着嘴巴 在客厅里狂跳 黎珊还告诉许念念 说让许念念 尽快把剩下的十万个刘月苏 做出来 给她送过去 她怕第一批送过去的六万个刘月苏 支撑不了半个月那么久 许念念高兴得连声应好 说十天之内给她送过去 拿下海市的市场 比拿下十个南城县 能赚的钱还要多 金玉刚从书房里出来 看见的就是她媳妇拿着电话 捂着嘴 跺着脚 狂跳的样子 什么事那么高兴啊 金玉走过去 从身后抱住许念念 许念念 忙着跟李珊说话 倒也没计较 看到她把电话挂了 金玉 才凑紧她的耳边问 什么事啊 那么高兴 许念念激动地转过身来 抱着金玉的脖子 踮起脚尖 在她唇角狠狠地亲了一口 金玉 我赚钱了 赚大钱了 赚了好多好多的钱 欢快的笑语 轻而易举地感染了金玉 她笑着捏了捏她的脸说 不是一直在赚钱吗 许念念摇摇头 嗯嗯两声 不一样 这次能赚好多钱 许念念高兴地 又亲了金玉一口 以后我养你 拿下海市的市场 意味着什么 许念念很清楚 以后的海市 可是人人削尖了脑袋 都想去发展的城市 她没重生到这个年代之前 都不敢想 居然能占这样的先机 看着她明晃晃的笑容 金玉择了一声 捞起她两条腿 把她抱起来 你男人 还需要你养啊 许念念双腿 架在金玉腰上 欢快地摇头 明亮的眼眸 完成了月牙状 灿烂夺目 那肯定不啊 你的就是我的 你赚的钱 也是我的钱 以后吃吃喝喝 用的不都是我的钱 你说 是不是我在养你啊 金玉瞅了她一眼 这话仔细听起来 好像也没毛病啊 她笑容狡黠 像个偷星的小狐狸 一边说 还一边凑过来亲她 简直活泼的 不像她那个容易害羞的 小媳妇 金玉用一只手 托住她的屁股 另外一只手伸出来 捏住她的下巴 左右晃动 这还是我媳妇不 曲念念捧住她的脸 笑容明艳动人 红唇凑上去 贴住金玉的唇 笑嘻嘻地道 不是 你认错人了 你媳妇没那么漂亮 正当她打算 狠狠地教训 这个小丫头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了一道温润中 透着剑嘻嘻的声音 不好意思呀 我什么都没看见 你们可以继续 金瑞阳手里 端着一杯茶 侧靠在厨房门口 笔直修长的腿曲起 脚底蹬在门檐上 她似笑非笑地 看着金玉和许念念 突然听见她的声音 许念念整个人都愣住了 脸蛋腾得一下就红了 立马把脑袋 埋到金玉怀里 金玉大手扣在许念念脑后 知道她害羞 抬头瞅了一眼金瑞阳 金玉不客气地说道 滚进去 金瑞阳无奈地叹了她手 质阳无奈地叹了一眼金玉